同学大家好,继续我们的团团转项目 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看一下大纲 我们上一节课讲了一个分享 就是增加分享商家的一个功能 大纲讲了一个短信和邮件分享 大家可以去试试微信的一个分享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收藏 收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用户喜欢的一些商家 保存到本地 或者是我们上传到服务端 换了手机设备之后 这收藏的商家 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设备上看到 大部分我们一般做的就是说 保存到本地 在本地在看的时候 在有一个收藏列表 在收藏列表里看到自己收藏的一个信息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圆形里边 这是它的一个收藏 首先提示用户是不是要收藏 点击确定之后 它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你还没有登录 就让你去登录 这里边它的设置里边有一个我的收藏的一个团购 我收藏的一个商家 在点击这里边 因为没有登录 所以如果登录之后 我点击收藏商家 就是一个商家的一个列表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首先我们主要是实现收藏 看我们来如何保存到本地 首先我们要加入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使用Servalat 我们加入我们在NewServalat中 我们有一个上一个项目里边 这是我们的传存传 上一个项目中我们也讲了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缓存 我们把公共的部分 数据库操作的部分可以直接 直接拷过来 我们把它的一个数据库用到的一个 这个拷过来 在这里边 看一个Servalat SDK 我们在这里边 加进我们的一个这里边添加 然后数据库操作需要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动态库 叫这个Circle Circle来的3 直接在这里搜索 直接在这里搜索 Servalat 通常我们进行一个整理 把我们的一个库呢 都放在我们的这个frameworks 然后这样数据库的一个库就添加进来了 然后我们把数据库操作的一个业务逻辑或者是相关的一个逻辑放在我们这里边 把需要缓存的我们就在这里边进行一个编写 把编写 把它考虑了 进行一个更改 看大家编写没有错误 这里边直接添加 好 这是数据库操作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函数 在各个项目中都可以直接来用 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业务逻辑 我们缓存的信息 都在这里来进行一个编写 我们可以缓存商户信息 serv 商户 serv 收藏的商户 我们还可以把本地收藏的一个fuelit 这里边这个id就是商户 id 这样我们就 这是存取 这是存 这是取 这个里面 大家看一下 怎么样 这里边呢 我存的一个表 我这里叫table theorite 商户 这是一个收藏商户的表 还可以收藏商家 收藏团购都在这里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表 我们这里边呢 需要建一个数据库 就是我们的数据 我们的一个 这是我们的表 表要存在库里 所以我们这里边要有一个数据库文件 我们在global里边加上我们的定义 直接考过来 看我们的一个数据库呢 其实会有一个公共的数据库 就是我们所有的缓存的内容 都在我们的库里 所以我们给它起一个名称 可以叫 就叫dbfuel 这个名称呢 这个名称呢 我们写在我们的这里边 啊 我们可以把它写在 跟我们的文件存储写在一起 这里边可以叫 点group 和转转的一个db 好 我们这个库就就加完了 它最终建了一个目录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 clobal earth里边 下面建的一个这个数据库 把它啊 加完 数据库文件有了之后 我这里边有一个id 这就叫商户id 这里边是我的一个表名 这样相当于把我的一个 字典信息存储到我这个表里 取的时候呢 同样需要我这个商户id 啊 根据我的id 把我这个 保存的一个商户信息 这一行 这一行 把它这个代表里面的一行取出来 这是一个表名 这是一个表名 然后 取出这一列带呢 我把它转换成我们的一个实体 商户if 这样就 这个可以 商户if 把这里删除一下 它是一个jason 这个jason呢 看一下它的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density 一个 它其实是一行 商户我们取出来的其实是按我们的id来说呢 它是一个一行 一行 一行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model是怎么解析的 info from.act 那我们这里边 from.act 转称我们 把我们这个字体转称我们需要的一个实体 这里边呢 其实是取的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我们取出来的呢 如果取所有的 就是 取出这是取出收藏里边的一行 如果取出所有的呢 我们这里边应该是取出所有的一个 取出一个 这是取出一个 叫商户 info 取出指定商户id的一个商户实体 我们还可以再获取 info 取出我们的商户的收藏的一个列表 这里边就不需要条件了 是一个select型 那from这个表的一个操作 这一行主要是做什么用呢 主要是判断我们这个 我们收藏了 我们再判断一个商户 是不是已经收藏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 判断它返回的一个值是不是为空 来进行一个判断 这里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商户 这就是一个列表 如果我们取出来了 就说明我们数据库里已经有收藏了这个商户了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取消收藏 如果它等于空说明我们没有 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收藏 这是一个逻辑判断 这里边我们可以同样的 我们这里的一个feels 这个feels 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字段 取出的字段 都包括ID跟ID对用的一个json 我们为什么要从json 为什么不存实体 就是为了防止实体的增加或减少一些字段 对实体的一个数据结构进行改变 所以我们这个字段里面直接放json 你改变之后 我这个json字符创不用关心它结构 数据结构的一个变化 这边就是一个上坏地 查询这里边查询条件 我们就可以不写了 它就是一个查询所有的 这里边是取出来 还定一个变点 这边给你查询条件很空 然后取出第一个来 然后就是商户info和from info from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我们定一个速度 好 这是一个繁围的速度 这里边因为取的 我们看一下它里边怎么取的 建制队散来个新from 它是取的一个所有的contents 建制队 然后这里边就是一个 这里边是一个建制队 然后把我们这个字点加进去 它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字点 第一个社会看一下 看一下啊 for for has dlct info in contents 我们这里边就可以 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边进行一个添加 add object 然后商户info from dnct 这样就把我们的这个数组加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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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户实体再加到我们这个数组里边 这样我们的数组就是一个商户实体的一个数组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边是返回的一个 是返回的一个 你再把这里面看一下 这里面是返回的一个 啊 我们这样的接色 让我们这里边少一点 因为它这个切身字符刷是商户的实体 所以我们这里边又进行一个转换 好 我们这里面就加完了啊 这是 这是存 这是曲 我们看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存取 获取商户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边是对它进行一个解析 啊 这是一个 啊 这是一个字典 然后我们这是一个error from error from error 商户的一个列表 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啊 一个改变 商户一幅 啊 你在这里改 因为它是一个实体 我们要在这里面加一个字段 这个实体对应的一个接身字符刷 为了方便我们收藏的时候啊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存储 收藏的时候存这个接身字符刷 我们在收藏的时候呢 填我们的一个收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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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面 我们加一个我们往后面写 然后 fs 我们把我们的数据库的操作的这个加进来 fsdbmanager 如果点击收藏呢 我们就把这个商户实体存起来 fsdbmanager セロ 首先我存的是一个字典 所以我这里边有一个商户ID 这个ID就是我们这里边的cf.info.id 还有一个json json 然后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运营的一个接分创创 然后我就把它存储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 我们这个的存储同样的 对他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ID主件也就是主件这种存的创创 这样我们就存上了 我们再进行一下世界的一个关联 to fill rate 好 运行 我们看一下我们可以跟踪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在什么位置 好 这里是个端点 那我们进行一个编译 我们先把这个开起来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讲的内容 就是这个 啊就是加入一顾把信息收藏到本地 我们在收藏的时候呢 还可以判断一下这个 嗯 这个商户是不是已经收藏了 我们写了一个函数 点击收藏 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 有一个封锅的信息 这里边就是查他是不是没有有一些 啊 sendfavorite商户 没有这个函数 我们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定义了一个 定义了一个准确的一个名称啊 sendfavorite商户 啊这里边我没有给你写名称 好了 好 好 好 点击收藏 我们把这个路径打印出来 然后运行一下 其实就是已经收藏了 我们看是不是保存 这是我们的数据库 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里我们就是一个ID 就是我们刚才点的一些内容 看这存就有的商户对应的一些信息 都在这里边 我们为什么不存这个字段呢 因为你要是把这些字段都当成表结构的话 以后这个服务端增加一个字段 你这表结构就进行修改 所以我们这里边只存阶层 还有这个ID ID是不经常变化的 所以我们的ID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里边我们再获取收藏列表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接色呢 转换成我们需要的一个商户的一个 实体就OK了 这就收藏 这说明我们收藏成功了 我们还可以再再收藏一条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收藏一个 再收藏一个 再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数据库 这里边又多了一条 它的一个 创听区 这是里边有一些名称 这就是我们刚才收藏的这一条 这就是一个收藏 收藏完之后 我们再能展示呢 其实我们在设置里边呢 有一个收藏列表 到时候我们讲设置的时候 这里边我们收藏的商家 可以显示我们收藏的这个列表出来 这个收藏的列表呢 就是从我们这个库里读出的一个数据 数据的一个展示 这样我们就告诉大家 如何来做一个收藏和数据的一个存储 本地存储 还有数据库的结构的一个设计 如何来适用服务端 自端的一个经常变化 所以我们就存接生自不转 好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收藏功能 收藏功能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